7点28分 温度17度 我们就要送女儿到飞机场去哦 先一泪一碗汤圆 我们送小姐姐小米儿到婆风机场 才几公里啊 才2公里 6分钟就到了 现在还没亮透了 现在7点53分 9点的飞机啊 一个小时 招侠 送女儿到飞机场回来 已经是8点45分了 我们车内的温度还是19度 10度还是50% 这边洗衣机呢 还在洗衣服 这应该洗了第二遍的衣服了 一个小时洗一次 我们车内的温度呢 19度啊 20度 我一直控制在这个温度 其实车外的温度啊 昨天晚上是1度到2度 天气预报看得到的 晚上的温度降得很低 但是我们从晚上90点钟啊 开始准备休息的时候 它的车内温度20度 怎么样保持这个温度 是这个暖风机啊 它调到一档和两档 有大的 大的是1100瓦左右 1000瓦 小的呢 在五六百瓦 基本上五六百瓦能够把这个车内的温度就恒定在 里外温差15度左右 达到1100瓦高档的热量的话呢 温差可以达到20多度 就是里外 车外如果是零度 车内可以达到20度 一般晚上开保温这一档就可以了 就是600瓦这一档 差个15度的温度 温度差就差不多了 那么同样我们今天呢 准备打算从这边搬离了 因为这边已经住了十来天左右了 车辆呢 也多了 车辆少 过年之后来了几台车辆 那我们也看一下外面的一些车辆 它也确实是B型车的车辆 就说到保温性的问题 一个空间 那些B型车呢 确实比较小 我们看几张照片 一个呢 小 比较挤啊 第二个呢 保温性确实差 相对来说 昨天晚上我们休息十点钟的时候 还在户外 来得晚吗 还在户外吃晚饭 这边的话 十点钟晚上就比较冷了 我们三个人就是三个人 我们那个叫什么排玩的 斗地主 三个人斗地主 每天打到九点半 十点钟左右 所以他们 我们就打排结束 他们还还在吃晚饭在外面 确实比较冷 就是他没办法在车内去 他们好像都是两三个人 有一台车是六个人 两个老人 两个中年人 两个小孩子 挤在一个房车里面 他所以必须要在户外 你就户外就比较冷 晚上这边的晚上 真的是比较冷的零度左右 我们车内就保持这个温度 空间也光 我们三个人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 打排正好 三面坐好 四个人都可以坐 所以空间相对来说有优势 打到九点半左右我们休息 听他们十点钟还在外面唠嗑 因为他要么直接到车里面 铺床休息 要么要在户外的 包括我们看照片有帐篷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我们洗衣机又开始工作了 衣服是每天洗的 床单是一个星期差不多 我们反正就觉得很简单的 因为他可以洗两至三次 洗衣机的工作更能又没影响了 塞进去洗衣液一到 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就晾干就可以了 因为这地方干燥 白天的话比较干燥 所以说洗衣机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加水的水泡的声音 然后出发的时候 把一些杂物就放在车辆中间的位置 鸡蛋什么杂物 你这鸡蛋会碎吗 这边就是一些天然的晾衣架 就是这钩子都能钩的 上面都有钩子 可以在车内 因为我们都甩干了 在车内它也有一个增加车辆的湿度 就把它烘干了 等于说是车内的温度相对高 然后会增加湿度的 我们所以一直把湿度保持在50%左右 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8点56分 我们大概洗衣机五分钟好了 好了我们晾起来就能出发了 那这些地方都可以晾衣服 挂衣服直接挂上去 它搭拉下来没事 我们都擦干净的 这边都可以挂 很方便 就很少会挂在户外 太阳好的话 有时候挂到户外 一般我们在车内或者遮阳盆下面挂 就可以了 出发之前这些锅子都放在地上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碗都不会睡的 我们的车开的也平稳的 碗筷 我们看卫生间也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这个一排放在里面 马桶一定要放这样的锅子 然后这个都不用动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车要换地方就这么一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也可以有的也不要了 其实临时水平啊就临时 一个是烧水壶一个小凳子本来地上 它鸡蛋以前好像有个盒子放现在放在这儿应该也没啥事 还有四分钟就好了 电量95% 水76% 等它用掉了 我路上再把水放掉一点就可以 富氧离子的一个发生器 所以说没有啥 对空气质量会更有好处 天窗关闭就可以了 天窗是一键的 所以一键关闭就可以 车子先停好前车 你一键打上去就很软了 他的东西 哎你好 你家的门都掉了 他门掉了 然后马上水扇 哎 你看过年人多了 今天要托走吗 走了 我们走了 就近一点的就遥控 不是二人都要托动了 他到时候把那个电子进去 他就不注意了 这个需要掉头才能出去 过年了 年底的车更多了 正好你儿子也走了 我妈爷 妈爷 罚个菜 你带着车放 可以的 可以的 再这样啊 我们行车的时候 把多余的水排空 能不能把插不出一出 现在出发151公里 两个小时左右 中午12点就可以到了 吃饭的时候 还是到宝山打个街 修整一下 然后我们就往攀枝花放下 攀枝花是用一个花的名称 来命名一个城市 城市就是一种花 敞开了 春节是敞开的 回来了 又经过荣江特大桥 这位桥的高度也很高 怕都大 好了到检查站了 检查站刚才有一位四川的大哥跟我说 你换了轮川咯 什么意思大家听懂吗 你换了轮川咯 就是你换了轮川了 就换了轮沽了 叫的很小 我也学会一支 不至少听不懂 你翻译给我听 你欢乐轮川了 云南的话 哪怕你是高速公路 它也是起起伏伏的 我们出门的时候 1700 然后一直到1900多 然后突然间 鹿江嘛 两个山崖当中 跌到了六七百 现在从六七百又起了 这个就是两个山脉当中的一个鹿江 高利贡山的一个钉头 最低的一点 那么现在的电量怎么解释 我们现在四十八 我们一直保持在六十左右的电量 等到爬坡的时候 它的电量会掉到四十多 等到下坡的时候 又从四十多 涨到了七十左右 它这个电量在百分之四十和七十之间的转换 百分之三十的电量呢 相当于十度多的电 就十度多的电之间在切换 那我们的总电量是四十多的电 那么有个二十度电的一个 和发动机配合的话呢 也就基本上够了 基本上 所以说它会不保电 但是它也会增长电 在这个之间徘徊就没啥问题的 那么海拔呢 也从五百到一千八 也增长一千多的海拔 一两个小时内上升下降 电量就总量是控制得住的 但是你必须要有个三四十度的电量 那么用到个十几公斤的电就可以了 发动机也在工作 加电柴油 又倒一个隧道过来 一千九是最高了 这一个路的一个高点 接下来好像一路下降到一千六左右 然后我们速度下坡的话 八十九十都没问题的 正常我们就比一般的小车 要稍微慢一点 不着急 好了 我们到了 到了这边呢 给大家统计一下这个油耗的情况 4.8升的油加16 16的话 底三升多一点 其实今天大部分都是用电 我刻意的用电多用一点 因为什么呢 我们到了目的地又能充电的 所以我这个油用了没多少 好了 其实呢 现在用了一个月左右的 这个双轴的突破房车 开起来 其实确实不错的 油耗也没增加多少 因为你匀速的话 主要是风阻 其实突破房车的油耗增加30% 主要是增加在风阻上面 如果你想只增加20% 你把速度开到60 就20% 开到80就30% 开到时速90以上呢 就40%增加了 这个油 其实跟风阻是最大的关系 它高嘛 它的稳定性呢 其实更好 它的球头下跃力就更好了 更轻了 因为它两根轴的嘛 就更轻 第二个呢 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甩尾的问题 摇摆的问题 它就不会有摇摆的这个情况 我们又回来了 你看 黑白的灯 晚上又可以看灯 彩虹桥 第七停车场 我们又来了 打个尖嘛 过度一下 大概一天 车不多 还是不多 哦 那时候还在 走 这车 车了 那就这边了 两个车了 我这个又凉了 又不高兴 又离去 又去去了 又去自己倒 要么拆下来吧 它这个车子你拉不出来 它们打包着 嗯 它们打包着 前面有一个车档的 所以我们拆开了 这个微车器 这样移到位置 比较方便 发电机一开 噪音就把人家吓跑了 刚才说8号停车上有充电的 一块钱一度电 这边的话 你自己发电 最起码两三块 按照油的成本来说 七八块的油的成本 发三度电 要贵三倍的油 8号充电都是一块一度电 我等会躺也去充一下 这一台车前凸后翘 顶上也翘起来的 侧面也拓展 这个不错 顶上都翘起来